女兰亚洲杯颁奖典礼曝光意外 郑威依细节安排折服秋迷 日本队探服李孟看懂了 姚明带领中国女兰 称霸世界指日可待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兰 聊聊在亚洲杯当中 咱们中国女兰夺冠登顶之后 那么在亚洲杯颁奖典礼仪式上 中国女兰所爆发的意外一幕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整体情况的出炉 伴随着郑威教练的细节安排 也是折服了广大球迷 让日本队探服他们输给中国女兰 可能并非只是在竞技场上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能够让李孟去看懂 让中国女兰称霸世界能够去 赶超美国队真的是又进了一步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女兰 聊聊球队 最新的一个亚洲杯 颁奖典礼的意外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在昨天 中国女兰是在亚洲杯当中完成了球队登顶 那么球队也是 立刻日本队拿下了本次亚洲杯的冠军 这样的一个冠军对于中国女兰 确实是意义非凡 因为此前我们看到 尽管中国女兰在各项赛事当中 都是 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在这段时间咱们中国女兰的 奖杯并没有获得 真正的加持 而且在加州杯比赛舞台之上 中国女兰上一次夺冠 还要停留在2011年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咱们 中国女兰本次 亚洲杯登顶 显得非常有意义 时隔12年之后 中国女兰能够拿下这样一个冠军 能够 掀翻日本女兰 对于亚洲杯的 统治 这一点确实非常不容易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 郑伟教练也是带队 打出了相当 强势的一个表现 那么通过这次加州杯夺冠 也是彰显了中国女兰 绝对的 竞争实力 可以说在加州 咱们目前真的已经是 登顶 绝对的 这样一个天花板的水平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看到 更多球迷是关注中国女兰在场上的表现 可能说对于 球员像李孟 韩旭 这些球员的统治实力 大家是 非常的赞叹 但其实 这一次伴随着 在夺冠颁奖典礼仪式上 中国女兰的一个细节安排 也能够让大家更加去 叹服中国女兰这样一个团队 也让我们真正看到了 女兰未来 去赶超 美国队能够去登顶 世界第一的可能性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节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外情况呢 就是在本次夺冠 典礼仪式上 我们看到当中国女兰队员们 去 接过这样一个 奖牌的时候 那么 女兰的队长 杨丽维 他原本在本场比赛当中 是由于伤病 缺席了比赛 但是在这一次夺冠典礼仪式上 我们看到 女兰教练正威 他是安排两名队员 架着杨丽维 去 领取 这样一个奖牌 可以说这一幕真的是让 所有的 球迷 非常感动 那么也是 成为了本次 女兰加州杯 赛事成为了颁奖典礼仪式上 让广大球迷 难以去 遗忘的一幕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也就证明啊 其实中国女兰目前 除了球队个人实力 整体的上升之外 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也是 获得了 很好的提升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细节安排 也是能够折服球迷 让日本队 真正去 叹服咱们 中国女兰 除了场上我们能够打出竞争实力之外 那么球队 整体的团结力量可能相比于其他任何球队 都是要更胜一筹 这才是中国女兰能够 长久崛起的绝对信号 而与此同时 当正为能够打造一个天雪团队之后 也让咱们中国女兰球迷看到了球队未来真正去赶超美国队 真正能够去制霸女兰 在此后的奥运会世界杯当中能够去完成 登顶夺冠给到广大球迷更大惊喜的绝对希望 那么 我们也是一起 祝福中国女兰 希望未来女兰能够越来越好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 之前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 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新件事 下期咱们 接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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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